老人为了生计捡垃圾的新闻并不罕见 但是2021年韩国SBS电视台探访的一间垃圾屋 还是让人感到震惊 150吨的垃圾堆积在二层小楼里 从屋内到屋外宛如一座名副其实的垃圾山 时不时的会传出阵阵恶臭 熏得过往的行人睁不开眼睛 邻居忍无可忍之下 求助了SBS电视台的一档线上节目 希望节目组可以劝说老人帮忙清理掉这些垃圾 随着节目组一步步的揭开这座垃圾屋的神秘面纱 背后的故事却让人感到心酸不已 大家好我是小巫 欢迎回来脑洞龙托邦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已经深度蔓延至全世界各个角落 也许就在你我身边 但是却被人们长期忽视的社会现象啃了 但是故事开始之前 先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Surfshark VPN 农历新年过后 相信大家都已经开工干活了吧 疫情过后 很多公司都采用了线上办公的模式 同时要求员工在家中办公的时候使用VPN 以保证公司数据的安全性 VPN的全称是虚拟专用网络 它可以保证公司拥有的信息不被泄露 比如员工和客户的个人资料 会计报告 机密技术等等 其实数据安全性 不仅仅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用又高速的VPN Surfshark VPN 它采用双重数据加密技术 保证了你网上冲浪时的安全性 还可以帮忙解锁不同地区的Netflix影片 如果你和我一样 经常在一些平台上观看国外的电影 或者是脱口秀节目 你会发现一些内容是有地区限制的 必须通过当地的IP才能看到 又或者当你计划旅行的时候 想要通过比价网站订购机票酒店 有时候尝试更换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IP位置 可能能够帮你找到更加优惠的价格 一个Surfshark VPN账号 可以在无线数量的设备上使用 支持各种操作系统 最重要的是 现在使用脑洞乌托邦专属优惠码 还能够享受1.7折的优惠 订购两年方案的话 还能够免费再赠送三个月哦 还等什么呢 快来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链接 和我一起来使用Surfshark VPN吧 镜头中的老人名叫崔洪直 十年七十五岁 和老伴生活在一栋面积不算太大的二层居民楼里 小楼早已不复当初的精致模样 被各种垃圾裹得是严严实实 出行时老人需要从窗户钻出来 从屋檐的夹缝中拿出自己的鞋子 然后颤颤巍巍的从垃圾山上滑下去 对于年迈体弱的他们来说 一旦摔倒后果不堪设想 一开始节目组找到老人时 老人是非常抗拒的 在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之下 老人才愿意相信他们并无恶意 老人告诉节目组 房间里的东西并不是垃圾 而是他收藏起来的宝贝 摄氏组跟着老人走进屋里时 才发现里面的情况 比人们想象中的要糟糕得多 大门已经被废品堵的是 只剩下一条缝了 侧着身子才能勉强进去 屋里各个角落已经被堆码 完全没有下角的地方 每走一步都会带起积压的灰尘 房屋年久失修 部分木材已经损坏 漏水严重 各种裸露的钉子和电线 从房顶掉下来 而崔洪直70多岁的老伴 平时就用房顶露下来的雨水洗衣服 然后把衣服晾晒在垃圾山上 就在工作人员强忍着干偶拍摄时 他们忽然听到房内的垃圾堆里 传出来了收音机的声音 原来屋里还住着一个人 他就是二老40岁的儿子崔永宗 已经一年都没有踏出房门了 与两位老人面黄肌瘦不同的是 崔永宗看起来白白胖胖 但因为长期不接触外界 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了 嘴里说着没有逻辑而混乱的话 一家人吃饭休闲的地方 就是在儿子的房间 这里已经是全家最大的空地了 虽然只能融下一张小炕桌 和三个蜷缩的人 有囤鸡癖的老人 大多数都是因为孤独或者行动不便而造成的 像崔洪直这样 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还囤积垃圾的案例非常的罕见 当设置组问崔洪直的老伴说 想不想生活在干净的房子里时 老奶奶苦涩地回答说 谁都想吧 说话期间老奶奶不停地咳嗽着 工作人员问她是不是病了 她说就是小感冒 谨慎期间 设置组还是将两位老人带到了医院 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结果发现奶奶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心脏积水随时都可能突发心肌梗塞 必须立马进行手术 医生说这是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和长肌缺乏运动导致的 崔洪直和老伴的感情是很好的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他下定决心让设置组帮忙清理垃圾 同时也对心理疏导的医生 说出了自己囤积垃圾背后的真正原因 原来儿子崔永宗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出去工作过 每天都在家里无所事事啃老窝居 崔洪直感到十分的挫败和焦虑 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老两口虽然有房子 但收入并不高 崔洪直担心他们百年后 儿子无法养活自己 于是就每天捡一点 他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回来 想着万一哪一天儿子山穷水尽 还能靠卖废品赚钱 老伴知道崔洪直的心思 所以即使身体感到不适 也选择了默默的忍受着 节目组请来了226名志愿者和清洁公司 决定开始大扫除 但老两口的儿子崔永宗却不乐意了 他跟节目组说 你们打扫前院和洗手间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来动我的房间呢 节目组和清洁公司 一直劝说了崔永宗很久 他才松口 最终崔永宗是被抬出垃圾山的 几百号人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将小楼里的垃圾给清理干净 一共150吨 老两口站在焕然一新的房子里 泪眼汪汪 一直在感谢节目组 崔永宗对着镜头深深的锯了一空 可只要儿子依然折居啃老 压在这个家庭之上的负担 可能就永远不会消失 无独有偶 2023年1月 韩国仁川一名47岁的女性 A某被捕 原因是她在母亲死后的两年期间 依然冒领母亲的养老金 共计1400万至1600万韩元 A某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她在家中的六个孩子当中排行老三 她没有工作 一直以来都依靠第一宝和母亲的养老金过活 母亲生前有糖尿病 但因为经济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救治 其他子女也很少回来看望她 2023年1月 韩国养老金机构国民年金工团发现 母亲在过去两年里都没有任何的就医记录 要求其他亲属确认其状况 A某的妹妹来到姐姐和母亲居住的公寓 却看到一具遗孩被盖在毛毯之下 已经是森森白骨 A某的日记中记录的母亲的死亡日期是2020年8月 她告诉警察 没有通报母亲的死亡 是担心以后再也领不到母亲的养老金了 目前A某面临藏匿遗体 违反老人福利法等指控 最高可能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韩国统计局2021年3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韩国30至40岁的未婚人士当中 有一半以上与父母同住 经济上依靠父母 将年龄层上升到40到44岁的群体 也有44.1%的未婚人士与父母住在一起 而且你以为他们是没有工作才回家啃老的吗 令人惊讶的是 20到44岁与父母同住的未婚人士中 有57.9%的人都是有工作的 与韩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啃老的情况更加普遍 2020年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一起纪录片 讲述了56岁的啃老族木刚申一 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悲剧 木刚申一已经与社会脱节有30年了 比起啃老族有一个更适合他的名词 折居族 折居一词就起源于日本 指的是那些不出社会不上学不上班 彻底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生活的人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定义 一个人只要持续这种不出家门的封闭状态 达到6个月以上就算折居族 和啃老族相比 这个群体更突出折的状态 即潜伏起来不时不动 除了解决基本的生理需求 几乎不出房门一步 断绝所有外部的联系 他们还活着 但从社会上已经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痕迹了 木刚申一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自从十几年前父母去世之后 木刚申一就一直用父母留下来的遗产维持生活 好心的邻居曾经提醒社区工作人员说 这样下去他会死的 NHK电视台第一次跟着工作人员找到木刚申一家时 发现由于长期缺乏与外界的交流 申一的沟通能力几乎为零 面对工作人员伸出的援手 申一也只是一遍遍的重复着 不要紧 没关系的 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虽然家里停水停电 申一看上去也有些虚弱 但工作人员不能将他强行带离 十天之后 当NHK电视台再次上门时 发现木刚申一已经死在家中了 死因是严重的营养不良 也就是活活被饿死的 申一还有一个做全职出租车司机的弟弟 木刚二郎 父母去世后 弟弟就搬出了家门 几乎不再为自暴自弃 主动放弃工作与生活的哥哥来往了 木刚二郎接到政府的通知 去收拾申一的遗物 他发现家中堆满了大量零食的包装 没有任何新鲜食品的痕迹 换句话说 父母去世之后 申一可能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 每一天都是靠着各种素食过活 而父母留下的遗产 最终也只剩下了8477日元 相当于440人民币 在遗物中 木刚二郎找到了一本日记 正是这本日记 揭开了哥哥生活的真面目 哥哥的房间里有家庭照 年轻时也曾经是努力生活的人 之前是图书销售 为了业绩会在本子上认真记录下客户的信息 发了工资会补贴家用 也会带着爸妈去旅行 后来为了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哥哥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成为了一家医疗企业的正式社员 但等着他的却是无限的加班 疲劳和压力 身体也被累垮了 无法继续工作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活着一点都不有趣 没有健康的身体 为了工作而工作 大脑一片空白 没有了工作和健康的哥哥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也不和家里人交流了 木刚二郎还找到了 父亲生前的日记 父亲一直都非常担心 哥哥的情况 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最近生医都不再和我们一起吃饭了 他果然还是很在意 找不到工作的事情嘛 但父母也会忍不住责怪 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的儿子 有一次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 晚饭后又和生医吵架了 我知道他不想听找工作的事情 可是还是不自觉地提了出来 想到这是自己的儿子 就难受得要哭出来 还有一次父亲写道 今天终于忍不住伸手打了生医 他的嘴角流血了 后来父母逐渐年迈 母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父亲也被查出了癌症末期 父亲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 父母制造了不幸 所以孩子就要背负不幸 这是否就是他们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呢 70多岁的前天良久 被称为是日本的啃老鼻祖 2016年日本一档真人秀节目 《跟你去你家可以吗?》拍摄了他的故事 这档真人秀节目专门在路上随机访问赶不上末班电车的陌生人 以支付计程车费的方式来换取到他们家访问的机会 这天前天良久成了奢侈组的目标 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拍摄 前天良久居住在东京色谷黛黛木 是有名的富人区 2018年的房价就涨到了每平方米362万日元 和约18万人民币 可当摄制族走进前天良久的家时却惊呆了 这是一栋31厅的房子还带有一个庭院 但是像无数啃老族折鸡族一样 前天良久凭借一己之力把豪宅铸成了垃圾厂 门口堆满了报纸 客厅里盒饭食物散落一地 节目组问前天良久晚上睡在哪里 前天良久随便指了一处垃圾堆说 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屋子里也没有装空调 夏天很热的时候为了防止中暑 前天良久就从水龙头里接点水 撒在脖子上这样就不热了 接着节目组注意到了一盘神似祥的东西 前天良久告诉他们这其实是橘子皮 他会用橘子皮来清洁双手 让自己闻起来没有那么臭 为了节约开支 前天良久一日三餐都吃纳豆和洋葱 倒入调味料再拌一大勺米饭 用他的话说就是百吃不厌 正因为如此 他后来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纳豆仙人 当被问到自己的过去时 前天良久的话匣子 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他的家族用家式显赫四个字来形容 都不为过 祖父从青山学院毕业 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曾经在战争中研究炸药 后来经商攒下了殷实的家底 哆啦A梦中一万日元一小盒的松茸 只有小夫他们家才吃得起 但对于纳豆仙人一家来说 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 50年代父母就用相机给前天良久拍摄了许多童年时的珍贵照片 前天良久还有一个妹妹 原本一家四口生活得非常幸福 高中时他还就读于东京都市大学附属中学 是一所升学率极高的名校 可奈和前天良久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上大学 也因此遭受了不少的白眼和非议 工作之后依然郁郁不得志 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 后来因为肝脏不堪重负而患了肝病 前天良久干脆借着养病的借口 从此成了家里敦 反正父母也养得起他 他一生只工作过两年 长期封闭的生活 让他既没有成家 也没有要好的朋友 唯一在乎他的只有家人们 可岁月不饶人 父母相继离世之后 妹妹也在60岁时早他一步离开了人间 父母虽然给前天良久留下了几千万日元的遗产 可是钱无法驱赶巨大的孤独和空虚感 节目组问前天良久 父母留下的遗产还够他花多少年 前天良久笑着说 以目前的生活成本计算也就七八年吧 就算钱花光了 父亲的地也可以卖掉 不过他不想这么做 他已经打算好了 如果七八年之后他还没死的话 就去自杀 前天良久甚至问节目组的人 如果换成是你 认识你的人都不在了 你觉得活着还有意义吗 2017年的冬天 节目组回访了前天良久 这次是为了帮他清理豪宅 夜色深沉经过了一天的劳累 大家一共清理出了700多公斤的垃圾 这位纳豆仙人似乎也有所感悟 跟节目组约定会好好生活保持卫生 2020年6月30日 两年零七个月后 节目组再次来到了前天良久的家 那么他像之前约定的那样保持卫生了吗 当然显而易见 门前的植物又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玄关又一次变得无从下角 豪宅正在慢慢地变回垃圾堆 据他所说 节目播出之后 他一跃成为了日本的网红 受邀参加了综艺 时不时还有粉丝上门探望他 前天良久也很开心 毕竟有人能聊聊天总是好的 2022年初 节目组第四次来到了前天良久的家 垃圾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节目组为他送来了纸盒笔 请他写下了今年的目标 他大笔一挥写下了轻松地活着几个字 当被问及健康状况时 前天良久笑着说 好着呢 纳豆都能多吃几碗 看来有关这位纳豆仙人的故事依然没有结束 和前天良久相比 雄泽一家就悲惨得多了 1975年出生的雄泽应一郎和纳豆仙人一样 是含着金汤勺长大的 他的祖父是东京著名的牙医 父亲雄泽英昭 曾任日本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 毕业于被誉为日本政治家摇篮的东京大学法学部 还在剑桥留过两年学 母亲出生于纺织品财阀家族 父亲雄泽应召中年时期的仕途一直都比较平坦 先后就任出产局局长 经济局局长 农林水产省沈一元 最后一跃坐上了事务次官的位置 但好景不长 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问题 因为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 雄泽英昭被迫下台 不过三年后 61岁的他又担任了日本驻杰克大使 在旁人看来 仕途中遇到再大的风浪 雄泽英昭也有能力化险为宜 几年后 雄泽英昭退休彻底离开了官场 此后拿着丰厚的退休金 在东京练马区买下了一栋两层的小楼 准备和妻子安享晚年 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44岁的长子雄泽英一郎 竟然成为了那个让他束手无策的出题人 雄泽英一郎从小就受到母亲的英才教育 学习是最重要的 其他事情都可以往后排 12岁时 英一郎顺利考进了盛产东大生的 居厂东邦中学 进入中学后 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但社交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缺陷 情商很低 不分场合总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有一次 英一郎班上有一位同学的家人去世了 整个班级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当中 所有人都过去安慰那个失去家人的同学 只有英一郎非常轻蔑的说道 我父亲可是非常厉害的呢 如果去世的是我父亲 一定会有很多人前来吊唸他 说不定日本会举国哀悼呢 后来英一郎被诊断为阿斯伯格郑侯群 表现是社交困难 以自我为中心 缺少同理心 无法接受他人不同的观点 渐渐的英一郎开始遭到同学们的排挤 甚至是霸凌 而回家后 他把满腔怒气都发泄在了母亲身上 根据英一郎中学老师回忆 每一次做家访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英一郎对母亲施暴的事 成年后 英一郎曾经在社交媒体上 留下过这样的动态 如果有杀人许可证的话 那母亲会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还说到 父母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 每次考试考不好的时候 都会打坏我的玩具和模型 高一之前 我吵不过他们 这种恐惧感一直围绕着我 于是性格扭曲的我就这么诞生了 高中毕业之后 英一郎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 考入东京大学 而是进了一家动漫学院进修 后来进入了日本大学学习 但因为种种原因 中途退学了 后来在父亲的支持下 英一郎进入流通经济大学的 研究生院学习 并顺利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位 然而毕业后 英一郎似乎对找工作并不感兴趣 无奈之下 雄泽英昭只能安排他到 亲戚家的医院上班 可不争气的英一郎跟上司矛盾频发 甚至扬言要杀了对方 也因此丢了工作 这一时期 英一郎的暴力升级 英一郎有一个妹妹 当时正和未婚夫讨论婚事 但因为英一郎的口误遮拦 和一些奇怪的举动 南方家毁了婚 妹妹找英一郎理论 却不料遭到了英一郎的拳脚相向 不久后妹妹自尽 母亲也因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患上了抑郁症 此时的雄泽英昭已经不期望英一郎 在事业上有任何的成就了 只希望他别再闹事就行 他让英一郎住进了自己名下 位于东京木白的一处居所 并把附近公寓和停车场的租金 作为英一郎每个月的生活费 大约有80万日元左右 网络上英一郎自称是 不动产管理者或者是地主 经常利用父亲的官员身份 大放厥词 骂别人是蟑螂是蝼蚁 生活中英一郎不休蝙蝠不到垃圾 很快变成了一个受邻里厌烦的熊泽扒皮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5月 此时已经44岁的英一郎还不会垃圾分类 屡屡遭到邻居的投诉 无奈之下熊泽夫妇把儿子接回了他们 位于东京烈马区的豪宅共同居住 2019年5月28日 熊泽英招叫英一郎收拾垃圾 却不料遭到了儿子的毒打 年迈的熊泽英招哪里招架得住 仓皇逃出了院子 英一郎跟母亲叫嚣着说道 打电话告诉老头 想回家的话就跪下来向我道歉 当晚这位76岁的前高官 狼狈的回到家中向儿子下跪 随后一连几天老夫妇都吓得躲在二楼不敢下来 2019年6月1日早上 隔壁小学开运动会 嘲杂的声音让英一郎十分的不爽 他冲着窗户大喊着说要杀了这帮小学生 这让熊泽英招想到了几天前 刚刚发生在川崎的案件 他担心儿子英一郎会成为下一个凶手 伤及无辜 下午三点父子二人再次争吵 当英一郎挥舞着拳头向熊泽英招扑来时 这次熊泽英招没有多傻 也许是多年来积攒了太多的恐惧和压力 也许是害怕英一郎报复社会 熊泽英招在儿子身上足足留下了37处刀口 英一郎咽气之后 熊泽英招起身去卧室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拿起电话报警自首 最终东京法院对熊泽英招宽大处理 判处了他六年的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在日本引起轰动的同时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 啃老族和折居族的问题 日本内阁府曾经对15岁到39岁的折居族 进行过两次统计 2010年的统计人数是69.6万人 2015年为54.1万人 有专家指出 内阁府忽略了40岁以上的人 才是折居族的主力 所以如果算上他们 日本折居族的人数超过百万 这批人大多数是在日本经济腾飞时出生 在校园暴力激增时上学 在大萧条时上班 因为诸多因素融入不了社会 没有经济收入 不得不靠爸妈的阶级过活 他们带来的社会问题 被称为8050问题 即80岁的年迈父母 还在养活着50岁的儿女 如果英一郎的悲剧没有发生的话 六年之后 他也将步入50岁的行列 不仅仅是韩国和日本 啃老也已然成为了中国的顽疾 人口数十倍于日本的中国 规模庞大的加里敦族 正隐匿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 百度的加里敦八 关注人数已经超过了85万 发帖累积超过1100万 稍微小众一点的豆瓣 加里敦自救同盟小组 小组成员也已经超过了6.1万 他们自嘲是加里敦大学 乌理系的学生 名誉校长孔子 真实校长不明 毕业时间待定 钻进他们聚居的部落里 会发现 他们有的是因为害怕与人交往 有的是因为社会压力 还有的就是单纯的不想工作 结果都选择长时间的待在家里 敦友们的帖子 也基本上都围绕着失业找工作 啃老怎么抠钱过活等话题展开 有的人学历并不高 但本科硕士毕业之后 家里敦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 依然在积极的寻找出路 有人相约一起找工作 有人晒出了送外卖的收入 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都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也有一小批敦友 他们毫不感恩父母的付出 甚至把父母称为是老东西 把向父母伸手要钱 称为让老东西爆金币 百度贴吧里 曾有人发了一篇帖子说 想打老东西怎么办 手越来越痒了 下面跟帖的人居然说 想打就打 父母不嫌军体权 还有人一副众人皆罪 我独醒的样子 说我啃 我自豪 我骄傲 你们没老啃 你们是在酸我 白天睡觉 晚上玩手机 不做资本家的工具 说到这儿 如果你以为啃老是亚洲的特色 那你就错了 国际劳动组织 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2020年全球23.3%的青年人 都处于既不工作 也不上学 也不进修 也不准备就业的 NIT尼特族状态 这部分人口已经达到了 2亿8220万 啃老已然成为了全球性的通病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 国际劳动组织 对年轻人的定义 是15到24岁的人群 也就是说 这2亿8千多万人里 并不包括 已经步入中年的啃老族们 对于啃老折居族来说 家里蹲一时爽 一直蹲一直爽 但是别忘了 每个躺平啃老的青年背后 都有两个被啃的白发老人 这样算下来 全球正有超过5亿的老人 被一步步推入绝境 个人认为 年轻人刚刚踏入社会 父母有条件的话 暂时接济一下 可能问题并不大 不少年轻人 因暂时的迷茫和彷徨而啃老 只要加以正确引导 都能自救 真正可怕的是 那些如吸血鬼一般的蹲子 数十年终日无所事事 只会无止境地向父母索取 不过看待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 有些人啃老 就是纯粹地好吃懒做 眼高手低 自暴自弃 有些人则是 由于父母的溺爱 家庭教育的缺失 但有一些人 确实是被现实逼到了墙角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在2005年的时候 美国18到34岁的中青年中 有26.5%的人 还和父母居住在一起 到了2015年时 这个数字上涨到了34.1%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沉重的学生贷款 近些年来 美国高校的学费逐年上涨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旧闻了 现在如今 美国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 都背负着高昂的助学贷款 贷款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76万亿美元 因为学费问题而辍学的人 更是屡见不鲜 巨额的学生贷款 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 让年轻人在不得已中求助父母 成为了啃老族 还有日本 90年代初 经济泡沫破裂之后 日本开启了长达30年的经济停滞期 人们把这称为被夺走的30年 一起被夺走的 还有无数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就业难落到了 日本第二批婴儿潮的头上 僧多周少的就业市场 将很多年轻人拒之门外 而老一辈的父母 又习惯了稳定的终身雇佣制 瞎意识地认为 找不到工作的子女 就是没有出息 年轻人有时也没有办法自我理解 慢慢地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 饿死家中的木刚深一吗 或许很多人都像深一的 弟弟木刚二郎一样 怒气不争 认为他是自作自受 可是和儿子朝夕相处 怒斥了儿子一辈子的父亲 在即将要离世的时候 却在日记中用不姓二字 来形容儿子的一生 说回中国 根据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22年1月到4月 全国城镇失业率平均值为5.7% 4月份失业率为6.1% 重点是16到24岁的中国青年群体 失业率达到18.2% 这还仅仅只是官方数字 2022年4月底的时候 内蒙古教育厅 在谈到自治区就业情况时 不小心说漏了嘴 透露说截止到4月17日 全国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为23.6% 也就是说春招都结束了 有四分之三的应届毕业生 还没有找到工作呢 与此同时 我们常常能在网上看到 H2抱怨说 公司福利待遇给的都挺好的呀 但就是招不到人 一千多万应届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另一面大企业又在吆喝着 招不到人才 这究竟是什么奇葩局面呢 有一位网友说 他们那边一个工厂 月工资已经开到了7000块钱 厂里的活全部都是初级加工 不要什么技术 只要愿意干都能干下来的 而且厂里都是包吃包住的 可哪怕把年龄放宽到了60岁 这样的情况下 厂里依然招不到人 是现在的大学生们都太难伺候了吗 这位网友和厂里的一位老员工 聊了之后才明白了各种缘由 以这张招聘启示为例 男女普工月综合工资 6500到8000元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你想象中的可能就是 一周工作5天 一天工作8个小时 扣除五险一斤之后 到手6500元 但是仔细一看薪酬说明 基本底薪只有2360元 平时加班每小时20.34元 周末加班每小时27.13元 法定节假日加班每小时40.69元 也就是说 剩下的那5000多块钱 是要靠工人30天无休天天加班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换来的 所以不是工厂招不到人 而是他们的薪资结构实在是太坑人 有一位长期肯老的网友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 我们这个群体就好比是一辆油箱空空的车 所有人都在推我们 拽我们 试图让我们重新发动 但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没油了 那么油究竟去了哪里呢 这个答案可能无人知晓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吧 肯老问题是个人家庭社会三重因素 基酒成绩的一个结果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但它却在蚕食着我们整个社会 如果能够选择不同的人生的话 我想没有人愿意 窝居在那几米建方的房间里 毕竟就像前天良久所说的 人间呢 在人之间才叫人间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